我的天啊 吃完的外卖盒 千万不要忍 用打火技轻轻一扫 就可以催出 草藏草旋丽的大泡泡 真的是太神奇了 还不赶快试试 那个外卖盒 竟然都催出大泡泡 真的是太神奇了 肯定有炸 我都上过那么多次当了 傻子才会信 要是真的 我把外卖盒吃了 那就是这种外卖盒 我根本不相信 我就是想当时的试一试 不是说不要钱的外卖盒 薄薄的一层 还能吹泡泡 我是真的不相信 这如果要是真的 我这些年外卖 可就白吃了 这我就是错过多少 可以吹泡泡的机会啊 拿出我冒完火的加特林 接下来我们就要外卖盒 吹大泡泡 乖小伙伴们 在家一个人 千万不要玩火 要不然你晚上混掉床的 稍后之前 我们先来做个小测试 提升一下自己的成功率 打出SSS 你会出现什么 刷刷刷 学霸 傻傻傻 学渣 睡睡睡 富二代 是是是 校草 谁谁谁 校花 你打出的是什么 看看你在学校是什么身份 那来的竟然是 是不是是 我竟然是个校草 你们是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烧外面盒 怎么一下烧透了呢 是怎么回事 好烫好烫 怎么烧的姿势不对呢 这次我从下晚上烧 怎么还是烧漏了 烧不行 都凿起来了 救命啊 我再搞会研究一下 差点要了我的小命 因为我不断地刻骨骨骨 我终于发现了问题的所在 人间的打尾器 都是居弱的小火苗 我这晚上 从大蓝蓝蓝蓝 这次我们一定能成功 我们只需要将表面烧软 大概是这种状态就可以吹了 真的有泡坏 我们再来吹一个更大的 这个好长 就是太可惜了 让我吹到了 经过我不断地练习 终于掌握了吹出大泡泡的技巧 就是让火苗与外面盒 保持一定的距离 均匀地烧着这个表面 等到外面盒变成这种样子的时候 就可以用力一吹 就能出来大泡泡了 我们看 这样出来的泡泡超级的大 而且我发现泡泡还反着五彩的颜色 实在是太漂亮了 对呀 实在是太好玩了 你们不赶快赶紧试一试 我们不赶快赶紧试一试 好